所以我覺得客服 你要客服的問題很多 有一些是老人打電話來的 老人打電話來的就 就很難叫他排除 很多時候就是浪費在等客人時間排除 所以電話線站很久 然後而且不能自己跨客人電話 所以如果你們接到任何銀行啊 或者是客服人員打來 你都要自己掛電話 我是頻道主人關少文 在影片開始前 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片通知 還有不要忘了追蹤關少文的 FB IG LINE還有各大平台哦 正片即將開始囉 準備好了嗎 3 2 1 哈囉我是高雄探 歡迎英俊來了 嗨 今天又是我們的職業訪談系列 今天要聊主題 因為英俊做個掰掰種工作 你覺得今天想聊什麼呢 我的客服 就是有電信公司的那種網路的客服 對 其實總會就是電話客服人員有多難當 對 因為基本上你們就是坐在一個小辦公室邊 一直接電話 對 然後呢就是一直安撫客人 對 因為大部分打客服的人 就是會比較沒耐性 或是需要被處理 那你一開始怎麼會去找工作呢 想要揮別服務業 OK 那時候就覺得 欸但是正職的工作 坐坐看辦公室 看我坐不坐不坐 可是一開始我們對客服人的印象是 你要悶在辦公室裡面一直接電話 一通一通一通又一通 你是戴耳機嗎 戴耳機 然後手要忙著鍵單 鍵音系統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說上班前有什麼直線訓練嗎 有 一個月的直線訓練 因為怕你隨時得罪客戶 對 而且也要了解他們所謂的 這就是我當初沒想到的地方 因為我很討厭念書 沒有想到一進去 它是給我們一本 就是滿厚的書 跟一些講義或什麼的 然後要先上一個月的課 然後在一個月的課 它是有給薪水的 然後你每次去上課 都是自己那些沒興趣 你要去認識它的所有的電路 接著是哪一些電路 然後 然後 我開始等住了 對 電腦系統 就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客人 它如果網路不好 你要先從你這端看 對 看它哪邊是不是沒臉好 對 除非它每一個系統都是通了 你才會派工程師過去看 對… 所以你要看很… 那個很難耶 很難啊 所以我沒想到啊 因為每次打電話就他們就說 好 先生你先幫我看 那個什麼 電箱裡面那個電腦線有連上嗎 對 那你這邊顯示是不是通的 對 你現在有網路嗎 對 有的話 那我們才會派工程師 我們工程師 不會寫進去 我們工程師就是很珍貴 真的要確定你家有問題啦 對 然後你要上的就是 教客人如何自行先排除 是 它可能是自己設備的系統有一些問題 對 所以你還要再去學 教它怎麼電腦排除 所以你還要再教它一步一步 對 你會按到哪裡 你會按到哪裡 就是這個地方在困擾我 你知道嗎 這真的超級煩 那你記得就是 一個月訓練完之後 它用什麼事情來判斷 你有沒有過關呢 就開始讓你接線 先讓你在那個老牛旁邊 聽他們怎麼講 就一起接 然後聽客人反饋什麼 那你就要先在旁邊學 然後再把你安排到位子上 換你接這樣 所以一開始接的時候 可能你旁邊有老牛 在幫你聽聽講的東西 是不是對的對不對 對 也會 然後你也要去聽老牛怎麼講 那你記得你一開始上線 你會緊張嗎 緊張死啊 緊張死 那它的開放是什麼 因為像我以前在那個補習班打工 我也有一個標誌 我就會說 飛天馬畢竟 關情侶為什麼能夠問你付地方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接起來也會有這樣嗎 對… 然後他畢竟真的很高興問你服務 說 你好 你好 因為客服人員比較辛苦的是 你根本不知道 我們是帶著什麼樣的情緒 打到這通電話裡面 因為首先我的網路可能已經壞了一天了 或是我怎麼弄送不好 我已經很暴躁了 對 然後重點是每次打去客戶會說 都要等 到底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就是線路出問題 大家都在打電話 為什麼被人家 對 然後每日進去他就說 現在盲線中 請在線上稍後一下 即刻為您服務 然後有時候 怎麼就沒有即刻啊 對 重點是客人 從沒有火等到有火 Yes 就是就說我等了那麼久 對 你要叫我爆休 你叫我排除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真的很不開心 因為我想要先這樣 就是說好幾次 所以我覺得克服 你要克服的問題很多 口頭上都說很高興為您服務 你真的有高興為我們服務嗎 我剛開始有 到中間就開始沒有了 到中間就是因為 因為我 我好像都沒有到 我有被客訴的那個經驗 然後我就會被那個 主管叫去後面 大概約談兩次 我就覺得我不適合這個工作 對 他說你有沒有聽出你的問題 但是我聽不出來 我可以理解 客服的人 因為他其實能手上 處理的事情是有限 對 你們頂多在系統 Key in 你說工程師幫忙維修的事 能處理的事情就是這邊 對 可是你可能就是第一線要被罵 因為他們就是有情緒在嘛 沒錯 你要被罵過很慘的時候嗎 一直標髒話的那一種 我就心裡想說 好啦 做功德 做功德讓你罵 後來我的聲音就有一點點 故意要演戲 你知道 有時候 所以我說客服人 你們要姿勢聰明一點 你裝空 我沒有 我就說 他就是罵 就狂標髒話 網路連不上就開始 然後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是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不好意思啦 我不是你給你罵啦 就是他 他謙虛的喔 對 我全部讓他 不要往我帳號 我就說 是 是 我就說 是 但是我也只能低低的說 是 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老人要怎麼吃多人 怎麼跟我的事 有一些是老人打電話來的 老人打電話來的就 就很難教他排除 對 因為你很難跟他說 你幫我看無上網 然後看那個連線什麼 很多時候就是浪費在等客人時間排除 所以電話線站很久 喔 就是你耗著你也不可能再接下一通嗎 不可能掛客人電話 而且不能自己掛客人電話 所以如果你們接到任何銀行啊 或者是客服人員打來 你都要自己掛電話 我們 我們都得自己掛電話 因為你沒掛他就會停在一張 他也不會掛 然後他要停在現在大概 大概有個時間表啦 大概三四十秒或是四十分鐘 發現對方都沒跟你講話說 你才能還掛電話 難怪我每次下單 所以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就是這樣認的 他如果先掛你電話 他就是詐騙集團 而且我看客服人 always在結束前還會說 那請問他 有什麼能夠為你服務的地方 你就會說沒有了 那我這邊還有一個人 對 就怎麼連信貸人 對 就你一知道說 沒人說 關心的時候 我看你通常都是純美金啦 那我美金換匯了 他這邊最優惠喔 他最開始跟你推廣 坐在那邊一整天你就戴著耳機 你不會有一些職業傷害嗎 你會很悶 你會很想趕快中午趕快出去吃飯 我這邊建議啦 請說 如果是接線客服 你們要不要 不要把公司用得這麼辦公室 很有道理 因為會很悶 對 已經常被罵 然後又前面又一張桌子 然後全部都是公司燈這樣子 然後旁邊又有一個 對 隔一個你又在 你好 被你服務所在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很像工具人 你知道嗎 就是心情不好 對 你不會像是一堆被冒窗口 對 你要不要把公司放在就是有落地窗的地方 至少有看到那個花花草草的 而且說不定你們建議就是 就是說耳機可以隨時移動著 然後你可以去冰箱拿杯可樂 就是你要有好的環境 對 但是這個不能 可能不能去公司拿杯可樂吧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如果難道說 喔 今晚我是要怎麼處理 喔 你等一下 你可能很慌張 很慌張 對 就是還是不行 只是說那個環境有點高壓 對… 就是你們的裝潢有點高壓 很悶啦 對 我可以理解 因為那邊真的想起來太悶 可是但後來這個工作你做了多久了耶 好像也是有點忘了耶 已經八個月吧 喔 那也算久耶 就是有… 也不是那種什麼三個月試用期過就走了那種 不是 我就是想努力把它做好 但是我發現我好像沒有辦法達到主管的要求 我被約談兩次耶 雖然講的話 他也會說 喔 這邊不錯 但是你處理就是 像那種電路問題 排除問題 我自己可能就不是那麼熟悉 因為我不用電腦 加上我現在家裡也是沒有電腦的喔 所以你看我還要在教客人排除 我自己也要很詳細的看 我要如何教你排除 然後你說戰線問題 我覺得就是多半都是在教客人怎麼做 然後客人因為要找嘛 要等啊 等那個時間說 啊 是哪一個機器啊 那哪一個機器你要按什麼 出現什麼那個的時間在拖的 他也不想戰線 他也很想快點接下通電話 可是就是沒辦法 那平常像你們這樣 就是電信客服 通常一通電話處理很久嗎 如果排除了就會比較久 但是排除是真的有用的 對 有時候按一按之後 他說 欸 可以了耶 然後你就會好開心嗎 姐姐 我就是很熱心的人 我就會說 喔 你媽姐姐 那還有什麼需要聽你服務完 講話都會笑 但是如果沒有就說 對不起 我就只能請工程師幫你看 然後儘快安排這個時間這樣子 所以可能有時候通電話 就會講個十幾二十分鐘 對 然後也會有人打來說 我現在不能上網 我大概兩天了 那你要幫我扣錢嗎 你就說好 那我再幫你回 回報給上晨說 你有兩天沒有使用到這個網路 看可不可以幫你減免 你講話就是要 你要替客人著想 你也要替自己公司想說 啊 還是有他的規定 還是要跟他講清楚 基本上也不是都這麼無理 所以很多時候你換位思考一下說 欸 如果是我兩天沒用到 我也會想要說 對 我不公平 對啊 是你們陷入有問題這樣 所以客服的人 其實真的要非常有耐心 就是其實 有耐心 他即使內心已經覺得 可是你還是要很面帶微笑的 回答他的問題對不對 對 你有試過什麼方法拍出你的情緒嗎 我沒有耶 我都接一接 插那個紙紮刃 不會… 我都接一接 其實老實說 你們說我脾氣很差 不知道你們惹的沒有啦 就是 你們說我脾氣很差 但是我發現我在開車 我後續長大發現 我在開車跟接電話的時候 我其實都很淡 我發現我好像沒有很容易生氣 其實 純粹只是會覺得 說沒耐心嗎 也不會 我發現我也滿有耐心 因為我會做指甲 指甲是要非常細心的東西 所以我也會滿有耐心去做這件事情 還是有您做過 全世界最沒耐心的工作 叫什麼 就是客服 所以我就是把它看很淡啊 就是我不會因為人家罵我 你看他髒話繳我一片戀凳 然後我也就 是… 對 然後掛掉 我就跟人家說 他剛剛髒話全部罵我 我還是很樂觀 所以同事們其實他有一些 彼此鼓舞的氣勢對不對 當然會啊 你就打到說這個人真的很激 他剛剛就這樣 就跟我欠他的一樣 直接講一講就沒事了 因為畢竟我覺得這是心態很重要 尤其你要知道說 其實他們打來 其實他們不是罵你這個人 對 他是針對這個事情去罵 其實你剛好替健身公司 處理這個問題 對 所以你躺著你中槍啊 對 你就是 安全你要賺錢 你也沒辦法 只能躺著中槍啊 中暴泥 中好中滿啊 可是薪水高嗎 那時候 正常 正常 沒有特別高 可是至少它是一個穩定上下班的工作 對 就是時間到了就換別人來接了 你就下班了 就是下班了 不用擔心有任何的外務 或是加班 只是說你的情緒可能不一定真的下班 都是不會給你任何情緒勒索 嗯嗯嗯 十點一到我就當啊 大家在找工作之前可以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麼 你想要很有責任感去完成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又或者你最想要的是準時上下班 然後你下班後可以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或是你的樂趣不一定 我覺得這都是有好有壞 那可是如果說年輕人他們想要去找這個工作 所以客服人覺得他們要就好什麼心態還可以去試試看啊 你已經有目標的人 好 你就朝著你目標去做 嗯 你沒有目標的人 你都做做看 不要挑 所以客服人員歡迎他們做做看嗎 歡迎啊 你才會知道說為什麼他現在會對你這樣講 然後 然後有些客服人員對你講的話 你會覺得說他不應該這樣講 啊你就有權力跟他吵架了 嗯嗯 同意同意 有一些客服人員是真的自己不耐煩的喔 對 然後故意跟你講的話也都蠻硬的 嗯嗯 那就你會聽得出來他很故意 對 我也有跟客服人員吵架 並不是不瞭解他們 嗯嗯 是覺得你為什麼要這樣回話 同意 你為什麼不懂我要什麼而已 對 叫他主管出來 對 然後就換一個人聽 對 就剛剛想說我不想跟你講 對… 然後他就找他主管 然後他主管的時候 啊他就要被揩架了 對 沒錯 所以這就是因為我客服人員 他就是沒辦法線上完全處理完 可是沒辦法 他就是要完成他的高音Q 對 然後去處理完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試試看的話 對 不要覺得別人在罵你 他在罵公司而已 對 他罵是你公司 不是你 對 不是你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試看這份工作 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就試試看 順便看你自己的能耐到哪邊 對 然後你可以成為一個話術很好的人 對 EQ很高的人 然後面對認識你可能不會有那麼多情緒波動 真的 對不對 對 會有效 謝謝音聲的分享 謝謝 對 如果是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Follow我們兩個的IG還有訂閱我的頻道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有一種一家一個一大女兒 像我和你是天造地生 一起走過那麼多旅程 一口同聲為你一望情深 這一家一個一沒規則 但你身旁沒有太多猜測 交換一個眼神成就一聲深刻